文章来源 北京放牛班 年年夏日 不少毕业季的大学生们正为找工作而交集 自六月以来 全国各地纷纷启动百日冲刺专项行动 线上线下招聘会齐头并进 目的就是畅通毕业生就业渠道 然而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采访多位英界毕业生时发现 他们自己及周围同学 先有通过线下社会招聘会找工作的 甚至其中有一部分人 几乎从未获取过线下社会招聘会的信息 通过一次线下社会招聘会的走访 北京报记者也发现了这一奇特现象 一场打着大学生专场名头的线下社会招聘会 却先有英界毕业生出现 线上火爆 线下冷清 线下社会招聘会和毕业生之间似乎出现了断裂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 雇佣双方还需要线下招聘会吗 零妖现场大学生招聘会 先有大学生 北京立水桥地铁站旁的祥和谷完成的一层 每个月都会举办两场线下人才招聘会 招聘会名为综合 营销及大学生招聘会 在稍显昏暗的一层大厅左侧 几十家用人单位把桌椅码成撕裂 每个招聘单位的桌子旁都有一个展板 有的单位自制了依拉宝放在桌旁 大部分单位则是将招聘需求打印出来贴在展板上 虽然这次招聘会的名称中还有大学生字样 但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岗位并不多 据一名会务组工作人员介绍 北京立水桥人才市场 招聘会是经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审批的招聘会 立水桥人才市场于2016年创办 每个月会举办两次综合性招聘会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招聘会虽打着大学生的名头 但还是以综合性的岗位为主 面对的也是整个社会的求职者 招聘会上能见到的用人单位 以保险金融养老等方向的居多 主要是销售和文职岗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劳务派遣公司 招聘厨师保洁前台等 会务组工作人员向北京青年报记者 介绍了两家北英介生提供岗位的企业 但一个企业当天压哥就没来 另一个企业中午还不到就提前退场了 从招聘会现场情况看 来应定的大学生并不多 英介毕业生更是少之又少 中年人倒是占了多一半 还有一些老年人专程为自己的孩子过来 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北京报记者在现场采访了12名 着装相貌明显年轻的求职者 其中只有三人是英介毕业生 其他几人都是网界学生或是有几年职场经验的年轻人 但招聘单位明显还是对年轻人更感兴趣 有中年人去应替一些销售岗位 会被用人单位以年龄大不合适为由拒绝 有的招聘单位会主动搭讪年轻人 询问是否有意向来参加工作 也正是因为如此 招聘会现场逛的人不算少 但坐下来谈的并不多 十个单位里能有六七个单位前面的椅子都是空着的 北京报记者在网络上搜索类似的大学生招聘会发现 这类线下社会招聘会并不多 在偶尔能找到的招聘会中 从照片和视频中看 也有很多中年人参与其中 还有一些是学生家长过来帮孩子咨询 北京报记者从网上公开的一段视频中看到 在深圳某招聘会现场 同样是网界生多于英界生 且招聘会现场除了知名企业或国企外 其他民营企业门可罗雀 甚至需要HR现场派发传单推销 零二线下求职信息不对等 容易竹篮打水 今年即将毕业的小时 参加了在立水桥祥河谷完成的大学生招聘会 他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 但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岗位 最近他在浏览社交媒体时 大数据给他推荐了这个招聘会的信息 看到有大学生字样 他决定来逛一圈 最终投了两份简历 添加了一位HR的微信 小时说 之前他找工作 主要是通过网头简历 但往往石沉大海 面试了三四个岗位 也都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功 有的岗位看起来还行 面试一谈 发现和想象的不一样 还有的岗位是面试了之后就没了下文 可能是人家没选择我吧 小时遗憾地说 另一位英界毕业生小杨 就读于河北某高校 因为北京机会多 加上家里有亲戚在这里 所以来北京参加线下社会招聘会 不过 在小杨看来 社会招聘会的信息整体还是偏少 北京虽然有时候会有社招 但自己在河北上学 还要专程为此跑来北京 时间成本有点高 我是学大数据与会计的 不是本地的学校 所以趁着在北京时 抓紧多找找 小杨说 因为自己的学校算不上什么名校 他近几个月一直为找工作而苦恼 我能看上的看不上我 能看上我的 我又看不上 小杨还是希望自己能去一些更稳定的大公司 但可能是学历不够 或者学校名气一般 所以现在还没有什么着落 小宇也是一名大四学生 此前 他一直在升学和就业之间犹豫 找工作的事 一直拖到今年春天临近毕业季 才正式启动 小宇说 他发现 现在各方面都很重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除了校招之外 线上求职APP 政府人才信息网 各种求职公众号都有求职信息 他们学校为了帮助毕业生找工作 还专门搭建了就业群 老师也会把一些就业岗位 发到群里 供同学们选择 小宇找工作的方向 主要是传媒类 此前 他除了通过求职APP 或政府人才服务网站 公号尝试线上求职 线下一类的主要渠道 学校招聘会 他也投了五六份简历 不过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 对于社会上的这种线下招聘会 小宇的认知度基本为零 线下的社会招聘会 小宇从未参加过 看来这种招聘会信息并不通畅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 还有这一选择 而且他觉得 这类招聘会的用人单位 往往只有一个名称 学生需要做功课了解用人单位的背景及工作内容 小宇认为 如果社会招聘会没有很多适合大学生的岗位 那去一次的时间成本又高 就没有必要参加 目前 小宇还在一边实习 一边找工作 他此前有过三次实习经历 对各种工作岗位也算有基本的认知 但这些实习单位都没法提供就业岗位 好在他心态比较平和 想着如果这个夏天依旧找不到工作 再重新规划未来 小宇觉得这些渠道各有优缺点 校招是大学生最常获得工作机会的渠道 但因为固定时间固定地点 如果错过了就很难再有下次 求职APP虽然方便 但命中率很低 海头简历也未必能收到一两个真有诚意的回复 其他网上的求职信息也各有麻烦 有的要填电子表格 有的要准备电子简历 有的简历要求必须使用和用人单位一样的模板 03社招 信息渠道闭塞 毕业季没时间关注 正如小宇所说 线下社会招聘会不受英界毕业生青睐 首要原因是 这种社会招聘会默默无闻 很多英界生根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小杰是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大四毕业生 他的室友里有三个都在找工作 但在此前却没人参加过线下社会招聘会 有个室友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种招聘会没什么宣传力度 如果硬要从网上搜索 估计也能找到 但问题是 我们不会花费那么大心力找这个 在小杰和室友的印象中 身边的同学都没有通过线下社会招聘会 成功找到工作的案例 所以一直也没有人将这方面的信息告诉他们 这次小杰是偶然从一个已经毕业的学长那里 知道了丽水桥线下招聘会的信息 于是决定陪着室友去看看 北京报记者采访时 在招聘会现场出现的三名英界毕业生中 有一人是通过口口相传 知道该社会招聘会的 有一人是APP大数据偶然推荐的 还有一人是在昌平区某招聘信息的公众号上看到的消息 这些求知者均表示 这类线下社会招聘会的信息发布渠道相当小众 往往是在网上的计较嘎拉才能看到 北京报记者在网络上搜索时也发现 这种面向社会的大学生招聘会确实很少 而且近一两个月的机场 招聘会都是在顺义 大兴等非城区举办 不但路程校园 跟不少校园招聘会的时间还有重叠 小宇认为 社会招聘会应该是校园招聘会以后的查缺不漏 但到了毕业季 毕业生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毕业事宜和校招 社招都混在同一时期 自己也忙不过来 从此次到现场参加社会招聘会的大学生反馈看 这类招聘会的体验感也并不算好 招聘会上 适合年轻人的岗位并不多 只有一家连锁咖啡厅 和一家短视频直播机构 比较引人注目 其中 短视频直播机构 尽管对学历的要求不高 却少人问津 我们今天来晚了 到现在还没有收到简历 该直播机构的工作人员说 在现场 面对有一项咨询的求职者 该直播机构的工作人员 始终强调 他们做的是绿色直播 我们是在抖音这样的大平台上 开号运营的 肯定不会涉及擦边内容 据该直播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主要招聘的岗位 是网红女主播 应聘者如果有舞蹈 唱歌的才艺最好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公司会提供无偿培训 培训合格后 会以女团的形式组合 在短视频平台上 推出跳舞的短视频 以吸引流量 获得收益 该直播机构的工作人员还表示 如果记者可以推荐传媒专业的女生 来公司应聘 一旦签约 记者可以得到公司给予的1000元筹谢 感觉这家网红公司不是很正规 一位求职者说 这是他第二次来立水桥的招聘会 几个月之前他来的时候 还有一家公司以培训AI技术为由 收取港前培训费 并称培训合格后会推荐给百度 腾讯等大厂工作 但是我记得以前很多政府部门提醒 要警惕上岗前收费培训的公司 所以当时我没敢给这家公司投简历 求职者警惕地说 如果我来求职 估计不是我看不上这工作 可能是人家看不上我 因为我实在做不来 小杰开玩笑地说 如果自己真去抖一号上跳舞当网红 回家估计会被妈妈骂死 此外 还有一家企业给小杰和室友递来了传单 询问他们是否有求租办公室的需求 原来这是一家劳务派遣公司 公司的办公地点就位于祥和谷完成楼上 除了招聘保洁 厨师等岗位外 还对外出租办公室 小杰觉得 招聘会中的岗位种类虽然不少 但多数企业的展板上 没有写明工作要求 薪资待遇的范围也比较模糊 一家招聘单位 在伊拉宝贴出的招聘岗位 是财富规划师以及财务助理 但在与一位应聘者交流时 HR又表示 即便专业不对口 也可以试试 小杰和室友都认为 对于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来说 这种招聘会显得有些杂乱 用人单位的可信度不高 我是不会在这里投简历找工作的 零四雇佣双方都想走线下 希望招聘会分区分歧 除了那家直播网红机构外 招聘会中最受年轻人关注的 就是一家咖啡店的招聘 这家咖啡厅在北京有多家门店 招聘新媒体运营 店长 咖啡师 项目经理等职位 而且其招聘海报设计的美观 简洁 负责招聘的人事专员 精神面貌也很好 因此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求职者 围拢过来咨询 据该咖啡店招聘的人事专员说 这天上午他们收到了七八份简历 还加了十几个求职者的微信 都是年轻人或者应接生 该人事专员说 他们此前参加过校园招聘 这次是招聘会的主办方主动联系他们 说这个招聘会面向大学生 需要一些适合年轻人的岗位 所以他们才来参加 不过来到招聘会以后 他们感觉有点失望 应聘的人里年轻人并不多 适合他们岗位的人也不多 该人事专员说 其实从用人单位的角度 他们是愿意参加线下招聘会的 因为网上招聘会收到大量简历 筛选简历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很高 线下招聘会的效率明显更高 但要做好规划 如果是这种综合类的 希望能按专业 学历 岗位等做好划分 这样 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效率都能更高 第一次来参加线下社会 招聘会的大四学生小招觉得 这种社会招聘会 虽然打着针对大学生的旗号 但实际上并没有为应届生着想 如果应届生去到现场 但却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 那么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和筛选岗位的时间 都会被白白浪费 小招希望这类招聘会能够更加细化 按照专业或者学历来划分 减少应聘者在现场筛选的时间成本 在校招基本结束之后 小杨选择来到北京的社会招聘会 寻找更加合适的工作机会 比起线上投递 我个人更喜欢线下的招聘会 因为我能直接和招聘单位的人面对面沟通 这样效率更高 我也能了解得更多 在小杨看来 丽水桥的社会招聘会 和他参加过的其他几个社会招聘会都差不多 在这种招聘会里找工作 就类似淘宝 在到场40分钟的时间里 他把招聘会中前三列的单位的用人要求 都仔细地看了一遍 投出三份简历 并在HR提供的名册上写下自己的信息 希望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吧 也希望有更多针对我们应接生的招聘会让大家知道 小杨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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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扰的 很容易 感谢观看